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 不死之神 那么以前呢,我们在永生的影片里讲到一种生物 叫灯塔水母,它可以通过 反老还童的方式实现永生 那么虽然它寿命是无限的,但是呢 其实它是会死的,它可以被鱼吃掉 或者它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的话 它就会死掉,你把它从水里捞水 就死了嘛,所以根本上 永生和不死是两个概念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不会死的生物 而且它们不死的方式各有不同 第一种呢,叫做水雄虫 这是一种微生物啊,可能由于 样子比较像熊嘛,所以叫水雄虫 它的名字里有个水字啊,非常重要 我们一会儿再解释啊 那么它的体长啊,通常在0.05毫米到1.5毫米之间 大部分呢,不超过1毫米 肉眼看得到 能看到啊,那么虽然它很小呢 但是呢,它有八条腿 有头,有脑子 有眼睛 不不不,有的有眼睛,有的没有 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不太知道 有嘴,嘴里还有两个牙 有胃口,有直肠,有完整的消化系统 而且呢,有男有女 但是,女的特别的多,男的很少 那么,不像微生物 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微生物 通常我们说的微生物可能像一个藻类啊 就一个细胞,它是多细胞生物 那么当初怎么知道这个小虫子是不死的呢 就是在18世纪末期的时候 有很多神父,还有这个微生物学家就发现啊 这个虫子到处都有 不管是深海里也好,还是高山上也好 不管是热带雨林,还是沙漠里 都能找到这种虫子 由于什么地方都有,也就是什么生存条件 它都能活着 所以很多微生物学家就觉得这家伙应该是不死的 于是呢,就抓了一些带到实验室 想测试一下啊 结果不得了 从接近绝对零度的零下273度 到零上151度 它都可以生存 而且呢,在真空条件下 它是可以生存的 这个就非常不可思议的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生物 可以在真空下生存 那么在真空下生存 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没有空气 而是压力 把任何动物鸟放到真空的环境下 它都会因为体内的压力过大而爆炸 但它不会 而且啊,它还不怕气压大 它能够承受7万5千个大气氧 那有多大啊? 地表是一个大气氧 马里亚海的狗是1100个大气氧 7万5千 什么感觉啊 就相当于在我身上挪2000万个我 就这个感觉 那么还有很夸张的就是 即使它吸收5000格瑞的放射线 它也不会死 格瑞是吸收放射线的单位 通常人吸收5个格瑞就死了 也就是说它抗扶射的能力是人的1000倍 无敌了 无敌了 这个家伙在切尔诺贝利可以活得很好 那么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就是它为什么会这么无敌 通常生物表现出的特点 都和它的生存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北极熊嘛 它生活在冷的地方 所以它有很厚的皮毛嘛 骆驼吧 它生活在沙漠里 所以它会有驼风啊 它会有很长的睫毛挡住风沙漠 于是就想 这水熊虫究竟是生活在什么地方呢 需要这么无敌 又耐高温 又耐低温 又耐真空 又耐辐射 你说这是什么地方 外星球 就是这么困难 地球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环境 于是呢 俄罗斯就觉得 这家伙肯定是从外星来 就把几个水熊虫啊 送到太空 把它放到一个小瓶里 然后扎上一些眼 在太空中飘荡着就把它暴露在太空环境里 过了大概10天 收回来之后呢 这家伙活得挺好 哈哈哈 它可以在那生存 对 但其实不是所有都活下来 只活了68% 哦 也是不行的 也是不行的 因为太空环境啊 其实是特别残酷的 目前已知没有任何生物 可以在太空环境下生存 全部铺着数学说不定就全都活了 它就是全部铺着数学 可是在小瓶里扎了眼儿而已 哦 它似被郁闷死 哈哈哈 这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能够在太空中生存的生物 由此也可以推断 它可能在其他星球也可以生存 于是很多人怀疑 它压根就不从地球上生出来 它是从外星来 在2019年的4月11号 我们以前介绍过 就以色列往月球发了一个登陆器 结果登陆的时候 着陆失败追毁了嘛 那个着陆器上带有一千多个水星 于是呢 现在月球就已经被污染了 如果在月球上现在发现水星虫的话 就不知道是原先月球上有的 还是这个着陆器带去的 如果没有被这个火烧掉的话 它可能就真的生活在月球上了 它怕不怕火 它怕火 这个我们就要讲一下 我刚才不是说了一个范围吗 它说最低多少温度 最高多少温度 超出这个范围会怎么样呢 它身体结构就被破坏 它就真的死了 也就是说它这种不死是相对性的 它对于其他任何物种 它都更容易活着 但是它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不死 比如说这个温度的部分 我说它最高能在151度下生存 一般生物都不可能在100度以上生存 就是因为我们体内 大部分都是蛋白质嘛 这些蛋白质在高温下就会凝结 就像鸡蛋的蛋清一样 超过70多度 它就会凝结 就固化 一旦固化了我们就死 但是这个家伙的蛋白质不会固化 就是因为水 就是蛋白质如果单独存在的话 它是不会固化的 如果有水存在 它就会固化 它没有水 这就是水凶虫比较厉害的地方 它之所以能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生存 就是因为当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的时候 它就在收缩身体 把身体里的空气和水全都挤出去 完全变成一个石头 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那么在这种假死状态下 它不管外面温度有多高 有多低 辐射有多强 反正我就是块石头嘛 你就无法改变我 当然了 这个环境变好了之后 它也不会立刻活过来 你需要给它一滴水 它还是需要水 对 它在吸收水之后 就从假死状态复活过来 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水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它一样 因为我们无法排除身体里的水 所以在高温之下 我们身体里的蛋白质就会固化 而在低温之下呢 我们身体的水就会凝结 成冰 它一碎的话 我们身体组织就跟着碎 我们是这样死掉的 那时候我们无法变成石头 对对对 所以也就是这个水 造成了我们和它不一样 我们化石给一滴水 会不会活过来 目前发现没有 但是能排除掉水 并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因为即使你把我们身体的 所有水都排掉 帮我们变成木乃伊 我们也活不过来 它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它排除掉水 进入假死状态 你再给它一滴水 它又能活过来 这点算我们无法模仿 它怎么做到 这就是现在研究的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 它如何活该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无法区分 它的假死和真死 我们看上去 它的假死和真死是一样的 都是一块石头一样 对对 完全没有任何区域 唯一区别的方法 就是给它一滴水 它又活过来了 你就说明是假死 没活过来它就真的死 所以你就真的很难定义 水凶床的死亡 比如说你它心脏不跳了 或者它一动不动了 或者它干了 你就说它死了 那不一定 所以木乃伊 我觉得很有可能 也是这个道理 说不定有什么 可以复活它的方法 只是我们不知道 电影里面演了很多 复活它的方法 对对对 也就是说古代埃及人 有可能知道 这种复活的方法 只是这个方法失传了 或者是古埃及人 看到谁做了这件事情 于是他就把人做成了这种杆 但是他只学到了皮毛 没有学到怎么复活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复活 它那种免人鱼杆 对对对 要蒸 蒸也没有 倒是没蒸过了 那他没有外界干扰的话 能活多久 他是有寿命的 如果他就正常的生存的话 可以生存半年左右 很短呀 很短是不是 但是他在假死状态下 基本上就是永生 他在假死状态下 年龄是不会长的 他只有在活动的状态下 年龄才长 那他什么时候会假死状态 就是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况下 现在这个家伙哪里都有 沙漠里也有 在沙漠里的水熊中 大部分是假死 一旦下雨他就活过来了 然后一旦没有水他又假死 所以如果搞明白了水熊虫是如何从假死状态复活过来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也就可以把人类假死 然后过一千年再复活过来 就实现了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这种幽武士 就说明还是那么长了 只是你可以活到一千年之后两千年之后这样 可以选择 对对对对 最近没什么意思就可以去假死一下 对对对 最近哪也去不了 大家都在家里假死 不然也不会传染疾病嘛 对不对就很合理 其实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找这种假死状态复活 比如说冷冻嘛对不对 但事实上现在已经证明冷冻是不可能复活的 因为细胞被冷冻了之后细胞里有水嘛 就水就会破坏细胞 最终复活的时候细胞也都死掉了 所以冷冻肯定不行 必须像他这样 所以古代埃及人肯定知道点什么 看来冻灵是不存在的 冻灵干灵可以 又不能再补水了 对对对 真正让水熊虫死掉的是水 让它活着的是水 让它死的也是水 所以我们人类之所以有寿命 生命之所以会循环会有终结 就是因为水的存在 水是生命之源 水也是死亡之源 就是这么神奇 好这就是非常神奇的水熊虫 现在也是个研究的重点 看看以后我们能不能干灵 对不对 那么下一个就更牛了 这个东西叫做扁平虫 样子很可爱是吧 这个虫子一般长2-3厘米左右 比刚才水熊虫大很多 它是一种软体动生过在水里的 它有头有身体 没有腿 但是有完整的消化系统 它最明显的特点就是 一对非常可爱的眼睛 有白眼球的 有黑眼球的 对对对 但其实它的眼睛 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 只能感受光线 那么这个扁平虫有一个特异功能 就是有超强的再生能力 它的身体啊 任意缺少一个部分都可以再生 它的手没了 嘖又长出个手 还有手吗 没有手 就打个比方 它的胳膊没了 嘖就长出个胳膊 不是头没了 嘖长出个头来 更夸张的是 它从脖子以下 比如说没了 它能从头长出全身来 就从这一点上长出这么多来 所以我们刚才说 比如说它手没了 它能再长出个手 掉下那个手还能长出全身来 也就是说一个就变成两个了 把它剁成100份 每一份都用再长出一个它自己 而且这每一个都真的是它 因为DNA是一样嘛 那么究竟给它切成多少块它会死呢 目前最高的纪录 就是美国遗传学家 叫托马斯 他做了一个实验 把它切成了279份 每一份都小于一毫米 大部分的小段都长回自己 但是有一部分死掉了 它死掉的原因不明 就是说不是固定哪一块它就会死掉了 可能跟切了方法有点什么关系 那它怎么都死不掉了 也不是 其实它很容易死 你把它拍扁它就死了 而且呢 如果周围环境不好 比如说水里边有毒或什么 它很快就被毒死了 还有什么情况它会死呢 就是它在吃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把它切开 它在身体里分泌这个消化液嘛 这个消化液就会把它自己腐蚀掉 自己把自己烧死 所以在给它做切断实验的时候 要把它先饿一周 保证它身体没有食物的情况之下 把它切断 才能看出每一边都能复活 还有一种死法呢 就是把它竖着切 我刚才说的都是横着切 如果把它竖着切的话 通常切到三份以上 它就死掉了 但也不一定 竖着切的时候 如果不切断 它基本上不会死 切断的话就很容易死 比如说把它的头 竖着切成三份 没切断情况之下 它这三个部分又长这三个头 哎呀 那它有没有寿命啊 这个家伙比那个水熊宠卖厉害 它跟那个灯塔水母有点类似 它的寿命是无限的 它到快死的时候 它就自己把自己切断 然后变成两个小的 这两个小的又重新生长 长大了之后 又把自己切断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寿命有多少 它把自己切断之后 它的年龄就返老还童了 不不不 其实它没有年轻和老的时候 它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它年龄固定在那个位置上 那它再生之后就是一个崭新的自己 崭新的自己 又可以重新生长 这其实它有一种繁殖方式 叫做断裂繁殖 通过自己断裂自己 把一个变成两个 两个变成四个这样 它除了断裂繁殖之外 还可以有性繁殖 而且这个家伙是雌雄同体 也就是说一个就可以进行有性繁殖 产卵 这卵也可以长成它自己 然后自己长大了之后 也可以断生两个 然后又继续繁殖 它可以无性繁殖 可以有性繁殖 又刺行同体 所以它基本上从生态上就是无敌的 就是怕拍变 就是怕拍变 吃什么 它是肉食性的 吃水中的小的昆虫 好 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 后来研究发现 就是它全身都是全能性干细胞 什么叫全能性干细胞 就是这个细胞可以变成任何一种细胞 这种细胞叫全能性干细胞 我们人也好 任何动物都是从一个细胞分裂成的 我们现在的骨骼也好 血液也好 脑子也好 其实原先都是一个细胞 就是那个受精卵 它就是标准的全能性干细胞 这个家伙全身都是这种全能性干细胞 所以少了个手就能长出个手 少了脑子也能长出脑子 而我们人呢就不行 我们手上的细胞就只能是手上 它不能变成腿 是吧 那么后来呢 为了进一步测试这个家伙的生命极限 2015年的时候 美国著名的塔斯福大学 就做了一个实验 把这个家伙切成小段之后送到宇宙 但是不是暴露在外面 就是在宇宙的一个密封的环境里生存 过了五周带回来 发现这个家伙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 切成小段的 由于头那个部分 这个头那部分按理来说 身体就应该长出来 结果没长出身体 又长出个头来 就变成两头是头的这种家伙 这种情况在地球上从来就没有出现 切成多少段 该长身体长身体 但是在宇宙里就长出两头来了 然后还有一些呢 就是原先很怕光的 变成不怕光了 原先很喜欢动了 变成不喜欢动了 性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宇宙环境对它影响是比较大的 宇宙里面有几个头 很正常 只在地球上有两个头不太正常 好了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 它很牛的地方 我们一直没提到它最牛的一个地方 还有 还有最最最牛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把它切成小块 它变成了无数个自己 它每一个自己 都有原先这个整体的记忆 这个在医学上叫做完全克隆 不是身体完全一样的问题 是记忆都一样 这是我们人类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 如果我们能够完全克隆了 我们就永生了 怎么知道它有记忆 怎么知道它复制了记忆呢 就是抓了一些水熊虫 这水熊虫 不是水熊虫 说错了 就是抓了一些扁平虫 扁平虫有一个特点 它怕光 弄了个水槽 一半有光照 一半没有光照 所以它们都躲到没有光照的地方去了 然后呢 在有光照的地方放了一些好吃的 一开始就扁平虫都不去 但后来饿得不行的时候 它们就一下跑到这光照的地方 抓着吃来就回来了 这样时间长的时候 这水槽里边的扁平虫 就不再怕光 就是它们就知道了 晾的地方才有东西吃 于是呢 就经常到晾的地方去吃点东西就回来了 换句话说 给它植入了一个记忆 就是晾的地方有好吃的 后来呢 就把这些知道有晾光的地方 有好吃的扁平虫切成了小段 每个小段都知道晾的地方有好吃的 它不怕光 它就跑到晾的地方找点吃 这就证明了 每一小段都继承了原先一个个体的记忆 关于怎么植入记忆这个话题 我们以后专门会讲的 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 我们通常认为 记忆是记在脑子里 这个家伙是有脑子的 但是它的记忆明显不记在脑子里 记在其他的地方 记在每一块里 嗯 每一块 很小的块都有 其实我们人类的记忆 也有一部分不是记在脑子里的 通常我们管这个叫条件反射 或者叫肌肉记忆 我们通过大量的训练的时候 就会提升一些条件反射 就是不用通过大脑反应 就知道该怎么做 这种呢 就记忆在我们肌肉当中 像一些运动员也好 电竞选手也好 还有特种兵 他们就进行大量的训练 然后让他们有很高速的反应 所以有些人就怀疑 扁平虫这个事情 是不是一种条件反射 而不是真正的记忆 那么为了证明这个事情 我们刚才提到美国 那个塔夫茨大学 有两个研究员 一个叫做塔尔 一个叫做迈克尔 这两个人在2013年的时候 在著名的叫 《实验生物学》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论文 他们通过实验证明 扁平虫复制的是记忆 而不是条件反射 通过什么呢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是怎么证明这个事情 它这个实验 就反向利用了扁平虫 怕光这个特性 它在一个黑暗的水槽中 养了一些扁平虫 然后呢 在这个水槽的一个部分呢 放了一些食物 然后在这个条件下 扁平虫生活了10天 让他们记住 在这个水槽的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有食物 这不属于条件反射 它记住了这个位置而已 然后过了10天之后呢 在这个食物区域 打上强光 按理来说 扁平虫怕光 它应该不会到这个区域去 结果这些扁平虫 还是会到这个地方去找食物 就说明 他们记住了这个位置 而跟他们的条件反射 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再把这些扁平虫 切成小段 发现每个小段 也都会到那个 有强光的地方去吃东西 他们并不是适应了强光 而是他们单纯记住 那个地方有东西 位置 而且通过这个实验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扁平虫 它记忆是有实现的 过14天它就忘了 人的记忆 其实也是有实现的 过一段时间 我们原先记住的事情 也会忘记 我们原先学会的东西 也会忘记 它也是一样 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比如说 以前学会的东西 后来忘了 如果再学的话 学的就快 它也是 这些忘记的 哪里有好吃的 这些扁平虫 你给它切成小段 这些小段 当然也不知道 但是你给它学习一次 它马上就记住 也就是说 它这个消失的记忆 也不是真的消失 它会存在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然后一旦激活了 也都能想起来 这比SCP还牛 牛多了 这就是个 那么究竟这个扁平虫的记忆 记忆在哪里呢 目前还在研究之中 不过呢 发现了一种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不管切到多小 它都有记忆 很多人怀疑 就是说它的记忆 可能是记忆在了基因当中 其实在现在基因学研究中 发现人的记忆 是会改变基因的 那么是不是基因 记住的记忆不太知道 但是现在发现 就是人的情感 引发了一些记忆 会改变基因 如果记忆真的记在了基因当中 就可以解释 我们为什么会有远古人的记忆 因为远古人 他通过记忆改变了基因 然后这个基因遗传了下来 所以我们就会有 远古人的一些反应 或者本能 就生下来就会 不需要别人教 目前已知 像基因这种东西 也是可以存储超大量的数据 一颗基因 就能存储22万T个数据 我有几颗基因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能存储超大的数据 而且说实话 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记忆存在哪里 我们现在主要认为 记忆是存在脑子里的 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们遭遇车祸了 被一撞脑子一晃 结果就失忆了 就感觉记忆是在脑子里 但其实很有可能不是这样的 只是我们读取记忆的功能出现了故障 造成读取不了了而已 而并不能代表我们记忆就在脑子里 究竟在哪儿 谁也不知道 如果记忆可以改变基因的话 那么就可以治一些不治之症 这只是一方面 如果记忆能够改变基因 有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些基因学上的疾病 就是记忆造成的 比如说像癌症 癌症就是因为有些细胞 基因突变了 它为什么突变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很有可能就是记忆造成的突变 对所以家族病史的人就比较容易得 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就是如果心情一直不好 不是心情不好的问题 而是你心情不好造成了有一些不好的记忆 结果这些记忆造成你基因的改变 产生了突变 于是就得癌症 那可能性是有的了 应该怎么不得癌症 就是植入一个非常好的记忆 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没有什么不好的记忆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健忘的人身体都非常好 心宽的人 对就是所谓的心宽的人 今天生气明天就不记得了 基因还没来得及改变 他就不记得了 竟想着一天开心的事情 他就不得癌症 心就很好 当然这个现在没法证明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绝对是有的 其实我觉得基因之所以有这个特点 最根本上并不是 他为了让你得癌症 所以他就改变这个事情 而是他通过对基因的调节 能够让有利于这个物种 更好的发展 更好的生存的 这部分基因保留下来 而不好的基因死掉而已 所以我们不开心 会让他觉得我们是不应该留下来的 对是对于这个物种不利的 我们应该开心 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些好的基因 对不对 要时刻告诉自己很开心 对 让自己活下来 对 你有不好的记忆就很容易抑郁 很容易得病 就会容易得病 所以从这个扁冰虫的事情 我就觉得我们人类永生的机会是很大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去 让自己心情变得很好 这样的话就不怎么得病 这可能性是有的 就不一定了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呢 只要等待我们在全能性干细胞这个地方有所突破了 但是现在有很多干细胞骗人 那如果有一些坏人 他就是很快乐 岂不是很赞 对啊 就是 因为坏人他很快乐 他就不死之身啊 所以自己心想好是无敌的 有些人你可能看到表面上心情很好 但是他也会得病 原因就是他有不愉快的记忆 一定得想办法抹出这个不愉快的记忆 于是我们以后会专门给大家讲 如何删除人的记忆 哈哈哈